大家好 欢迎收听静恒报的节目 今次想跟大家谈谈关于美国的话题 最近台湾举行一连一度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在会上英特尔的CEO Pat Jessinger 表示 我们公司希望继续和中国大陆供应更多芯片 不过由于美国颇为严格的出口管制 这样只会继续刺激亚洲主要经济体 发展自己的半导体 这里他说到亚洲主要经济体明显就是中国 除此之外 他在会上更加不说 我们会继续和中国出口所有产品 以及继续提供高品质的售后服务 当中更加包括高端的英特尔人工智能计算图形处理单元 这项产品据说还要比英伟达NVIDIA的H200GPU更为之好 不过说到好卖仍然都是英伟达的GPU为之好卖 而且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经常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不断向中国收紧一系列的先进制程的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的出口 使得不少的芯片都不能再卖到中国大陆 而这个情况不单是直接影响英特尔 同时也包括他们的竞争对手AMD和英伟达 而目前英伟达更是全购市值最高的芯片企业 不过英伟达也是同样被禁止出口高端的芯片去到中国 在会上英特尔的CEO虽然就算称 我们在技术上是领先于中国的竞争对手 而且中国的对手没办法获得最先进的生产工具 所以使得我们英特尔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而且还说到他们将会推出低于2纳米最为先进的製程的CPU 相信这系列的产品也会对中国市场颇为之有吸引力 所以他也认为中国仍然是存在着大量而良好的机会 还有就是他更加特别说到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芯片行业打压得太厉害 恐怕会会释得其反 因为迫得太严格的话 就会导致中国必须要自主研发和生产自己的芯片 其实某个程度上 现在中国就已经被逼得要走上这条路 其实我们看回华为的发展就是很明显的 本来华为一向和美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很密切的经贸往来 从网络建设、流动网络建设、海底宽频建设、通讯机站等等 华为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的生意 不过自从华为这间公司被美国所针对之后 华为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就萎缩得非常之快 这个也都搞到华为需要发展自己的技术 尤其是在遭遇到美国一系列的封杀底下 无可否认美国的一系列封杀的确导致华为在短时间内无法和西方各国与之竞争 但问题就是要迫到华为自己需要在技术上不断提升 而且无论美国如何制裁华为也好 华为也有办法突破这系列的制裁 现在华为已经不再是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卡网络公司 又或者是生产智能手机的公司 现在已经涉及到电子产品各项领域 甚至乎无人驾驶的技术 这种发展不是说一个国家就能够阻挡得到 而且进步的速度也颇为快速 所以假以时日华为再不断走下去的话 恐怕它只是一家公司就一次过可以应对不同市场 可能在将来华为都会变成英特尔的竞争对手都未定 上个月拜登政府就撤销了英特尔和高通对华出口心的许可 这件事情也导致中国的商务部都要发声 直斥美方的所作所为是严重违背之前所说过的 不寻求脱欧和不阻碍中国发展的承诺 更加直接所谓国家安全的说法是背道而驰 中国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建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除此之外 由于英特尔遭受到一系列的对华为芯片出口的限制 使得他们在第二季度的收入是低于之前的预期 预计在第二季的财报营收将会低于130亿美元 之前就估计会是130亿美元的 英特尔不能够再向华为出售芯片 就导致华为不再能够使用英特尔的芯片生产他们的手提电脑了 据说华为的新的手提电脑将会使用国产的芯片 其实我自己都很期待 当华为的手提电脑不再使用英特尔的芯片 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除此之外 在今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上 英伟达的CEO黄仁芬都来了 他都说虽然现在的地缘政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但是我们英伟达的计划就是增加在中国台湾的投资 理由就是芯片的供应链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英伟达在台湾的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有着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 这也是英伟达的CEO可以说有着类似的看法 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大 税求也很高 但是这些芯片公司由于遭受到美国的种种限制 搞到他们都不能够可以大举进军中国这个这么庞大的市场 结果就是这些这样的政策反而就助长了中国的芯片公司的成长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总有一天中国的芯片企业都需要面对着这系列的国际的强劲的竞争对手 到时候都需要多得美国这系列的制裁才能够训练出属于中国的强劲的芯片企业 而这种以压力转换为动力也是中国企业的优点 不过说到底要怪的只能够怪美国的政客他们很多根本都不认识 还有不知道到底这些高科技的行业整体的运作是怎样的 其实如果知道的话这些这样的制裁的政策根本不会实施的 因为当你失去那个市场准入的话 很自然的就是这些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就会慢慢的收缩 而且这个市场也都助长了本地的企业急起直追 因为每一家企业都需要不断的有营收 有营收你才可以再投入更多资源去研发的 本来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循环 公司不停地加大投资在研发新的产品新的科技 而公司也可以因此而卖出更为优质的产品投入到市场 但是由于美国横加阻拦使得英特尔、英伟达这些美国企业 就不能在中国做生意 相信假意时日中国企业就会像华为一样顶着压力 转为动力逐渐成长起来 情况就像太阳能电池板产业、电动汽车产业、锂电池产业等等 如今中国企业已经算得上世界第一 其他国家想追都追不来 所以有时可以在想这些政策听起来好像对中国很不友善 但其实相反来看反而是帮了中国一把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令到中国企业素材一些竞争对手 继而就可以利用中国的本土市场来成长 再者中国市场一向都非常有活力 就正如电动汽车产业一样 很多很多品牌互相撕杀 最后能够生存到的企业 当你一走出国门的时候 根本没有一家汽车企业 所生产出来的电动车 能够和中国的企业所比 相信假意时日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芯片行业那里 不过目前来看西方的芯片企业仍然是占据着非常巨大的优势 加上生产设备也在西方 所以会不会好像电动车产业一样在三年之内急起直追 看怕就不容易 但总体来说大方向也会持续向上 因此我们也不需要太担心 还有就是今年就是美国大选年拜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 如果他今年不能连任的话 相信拜登的政策就会被一日推翻 这种情况也导致美国的政策很不稳定 每转一个总统整体的方向就出现变化 这种情况也为世界带来不少变数 因为毕竟始终美国仍然是西方国家里最强的一个 但世界已经走上多极化的发展 这是不能逆转的 同时就是美国作为二次大战之后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是很多年 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出现种种疲态 例如美国的罪案率上升 美国的政治党争不断 还有就是移民的问题 美国财政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不过始终就是烂船都有三斤钉 美国的企业的实力仍然是非常强 但今次恐怕是因为美国政府 互乱地推行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政策 而搞到美国的企业没有口食 甚至乎因此而失去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出现这种情况要怪就只能够怪美国政府 好 今节就和大家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